幕后黑手在操纵,陆媒报道范冰冰献奇葩,大陆女星范冰冰因卷入逃漏税事件,被中共当局追缴逃漏税款,超过8.8亿元人民币。 海外媒体纷纷从不同角度对事件进行了跟踪报道不过,大陆数家媒体却被网友发现了又一奇葩现象广告。 中共官媒新华网10月3日公布对范冰冰逃税案的审查结果,海内外数十家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但有网友惊奇地发现大陆各家媒体对艺人的报道竟然也需统一口径甚至连标点也不做更改。 从网络流传的一张图片可见,多家中共党媒都发出订阅号包括新华网、人民网、澎湃新闻、中国基金报、中国青年网等等,但这些新闻的内容竟完全一致,全部转载了新华社的通稿。 大陆各家媒体对范冰冰的报道竟然惊人第一至日人民报脸书截图,脸书专业日人民报讽刺说,美国有一万个记者每天能发布出万条不同新闻,但中国有一万个记者每天只能发布出同一条新闻,甚至连标点符号都是一样的。 许多网友则跟贴留言也太统一了吧,媒体姓党,连新闻都细抄人币,厉害了我的玻璃,我的墙还有网友调侃道,大陆的记者很好做,这些媒体抄袭不怕被告啊连标点都不改,一下也有网友表示幕后似乎有一双无形的黑手在操控。